当一个女人真心爱上一个男人时,她会不自觉地展现出许多特殊的小动作和表现。 这些细微的信号往往暗示着她内心深处的真情意。 作为一个渴望谈恋爱的男人,你一定要留心观察,别让爱你的女人就这样错过。 我的朋友王先生就曾经错过了一个爱她入骨的女士李小姐。 王先生和李小姐是高中同学,两个人平时关系就不错,经常一起吃饭,做作业。 王先生觉得李小姐性格开朗,心地善良,是一个不错的女士。 可是王先生总是觉得李小姐对自己只是一般的朋友态度,没有太多特殊的意思,所以她一直没有向李小姐表白。 直到高中毕业,李小姐找王先生出来吃了一次饭,表白了自己多年的暗恋。 王先生这才知道,原来李小姐早就喜欢上了她。 回想这几年,李小姐对王先生的种种特殊照顾,这份爱其实早已昭然若结。 比如,李小姐总喜欢把更好吃的菜夹给王先生。 看电影时,她总爱偷偷去拉王先生的手。 王先生生病时,李小姐会主动去给她送粥。 王先生参加篮球比赛,李小姐会提前去站坐,为她加油,种种特殊照顾。 全都是李小姐爱意的流露。 但因为王先生没能看出这份爱,李小姐只能选择放弃。 而王先生至今还未错过李小姐而懊悔不已。 所以,男人们一定要留心,你身边的女士是否也有这样特殊的照顾, 她是否会无微不至地关心你的起居生活? 她是否会不经意流露出想跟你在一起的小心思? 如果真的有,千万不要错过,珍惜眼前人,给彼此一个在一起的机会。 我的另一个朋友刘先生,就没有错过他暗恋的女士男小姐。 刘先生第一次注意到男小姐,是办理组织春游时, 男小姐主动说要和刘先生在一组。 刘先生本来并不熟悉男小姐, 但男小姐的主动让刘先生有些动心。 春游那天,男小姐细心地准备了刘先生爱吃的点心, 两个人在游玩途中也经常聊天开心。 刘先生开始猜测,男小姐是不是对自己有意思。 回到学校后,刘先生开始时刻留意男小姐的一举一动。 他发现,每当男小姐笑的时候,眼睛总会不自觉地看向自己。 课间男小姐经过教室,也会抬头找刘先生。 一起吃饭时,男小姐经常会无意中碰到刘先生的手。 这些迹象让刘先生确信,男小姐喜欢自己。 于是,刘先生鼓起勇气表白,最后两人终于在一起了。 现在他们已经订婚,准备结婚。 刘先生说,当时我自己没有留心男小姐的这些小动作, 说不定现在还是单身。 所以,男人千万不要错过这些迹象。 你身边的女士是否也会频繁地找你聊天, 是否会关心你的生活起居, 是否会在你面前忍不住微笑。 如果真的有,一定要珍惜。 这个世界,充斥着无数的情感故事。 情爱像是一曲未完的曲子,永远都在变走。 或是那些老旧的上海小洋房的楼梯口, 那些夜晚的街头, 都是那么多的情感交织和无数的等待。 生活中的角落,那些细微的地方, 仿佛都隐藏着喜欢你的目光, 那种悄无声息的情谊深长。 不是所有的人,都有勇气明确告诉你他对你的感情, 但他们的每一个动作,每一个眼神, 都在告诉你,他爱你,爱得深沉。 但真正的爱情,真心相爱, 却不仅仅是一个浅显的动词。 他需要那种能够穿越风雨的勇气, 需要那种可以看穿一切表面的眼光。 真爱如此难得,又如此珍贵, 它就像是那钻石中的瑰宝, 需要你去细心地雕琢,去耐心地等待。 如果,在生活的某个角落, 你发现了那个爱你入骨的女士, 那个每次与你相识时, 都让你心跳加速的人, 那个在你生病时, 会默默为你熬汤的女士, 那么,请你不要放弃这样的机会。 因为这种机会, 可能是一生中只有一次。 那种深入骨髓的爱, 那种让你感觉到整个世界都为你而亮的情感, 是如此的难得。 所以,当你找到了这样的女士, 那么请你给她一个机会, 也给你自己一个机会, 让你们可以在这个繁华的世界中, 找到那个可以依靠的港湾, 那一个可以告诉你所有秘密的人。 真正的爱情, 不需要华丽的誓言, 不需要那些甜言利语, 它只需要两个人的心, 紧紧地依偎在一起, 不离不弃。 唉, 这个字眼, 对于很多人来说, 都是那么的遥远和陌生。 但对于那些真正懂得爱的人来说, 它是此生最美的宝藏。 不需要天长地久, 不需要那些永恒的誓言, 只要曾经拥有过, 只要在心中留下过那深深的痕迹, 那么这一切都已经足够。 在爱的世界里, 情感是那么的复杂, 那么的微妙。 但我始终相信, 只要你用心去寻找, 用心去感受, 那么你一定可以找到那个爱你入骨的女士, 那个可以与你共度一生的人。 只要你愿意, 只要你勇敢, 那么爱情, 就会成为你此生最美的宝藏。 大家好, 我是小慧, 我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, 要分享给你们。 我想告诉你们, 我已经开通了会员视频频道, 我将在这里分享我自己的亲身经历, 分享我自己的故事。 欢迎大家订阅会员, 一同来分享这个旅程。 我会在会员频道定期更新专属视频, 让你们可以更深入地了解我, 了解我经历的故事。 你们的参与, 你们的订阅, 将是我继续前行的最大动力。 谢谢大家。 如何投稿给我? 如果你是手机用户, 打开视频下方的简介, 点击投稿链接。 如果你是非手机用户, 可以直接点击视频下方投稿链接。 谢谢大家。